第三章 彼得医治强腿的 身初祷告的时候 彼得若汉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生来是强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周祭 他看见彼得若汉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祭 彼得若汉定睛看他 彼得说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只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 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画纸骨 立刻见状了 就跳起来 站着 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 跳着 赞美上帝 白人家 白人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上帝 认得他是那掃偿 坐在殿的尾门口 求周祭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 驚訝 彼得對眾 講論依治 徐腿的恩友 那人正在 稱為所羅門的郎下 拉著彼得 約翰 眾百姓一齊 跑到他們那裡 狠覺稀奇 彼得看見 就對百姓說 以色列人 為什麽把這事 當作稀奇 為什麽定征看我們 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 和虔誠 使借人行走 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 就是我們 列祖的上帝 已經榮耀了 他的仆人耶穌 你們卻把他 交付彼拉多 彼拉多定義要釋放他 你們 竟在彼拉多面前 棄絕了他 你們棄絕了 那聖結 公義者 反求著釋放一個 兇手給你們 你們 殺了那生命的主 上帝 上帝 卻叫他 從死裡 復活了 我們 都是為這事 作見證 我們 恩信他的命 他的命 便叫你們 所看見 所認識的 這人 建壯了 正是他所賜的 信心 叫這人 在你們眾人 面前 傳言好了 弟兄們 我曉得 你們 作 這事 是出於 不知 你們的 官長 也是 如此 但上帝 曾借 眾先知的 口 預言 基督將要 受害 就這樣 應嚴了 所以 你們 當悔改 歸正 使你們 的罪 得以 逃末 這樣 那 安 書的 日子 便 從主 面前 來到 主也 必 猜遣 所預定 給你們的 基督耶穌 降臨 天 必 留他 等到萬物 復興 的時候 就是 上帝 從 創世以來 藉著聖先知的 口 所說的 摩西 曾說 主上帝 要從你們 弟兄 中間 給你們 興起入 偉先知 像我 凡他 向你們 所說的 你們 都要聽從 凡不聽從 哪先知的 必要從 民中 全然滅絕 從 撒母 以以來的 眾先知 凡說 預言的 也都說到 這些日子 你們 是 先知的 子孫 也承受 上帝 與你們 祖宗 所立的 藥 就是對 阿伯拉 喊說 地上萬俗 都要因 你的 後裔得福 上帝 既興起 他的 仆人 就先 猜他到 你們 借女來 賜福給 你們 叫你們 各人 回轉 離開罪惡